各位,我們現在要去台南 待會要去接Dennis跟哲士去吃晚餐 剛好在路上發生了一些小插曲 所以我不小心被導致割傷了 因為傷口蠻深的,我就把他壓住 很長又深,所以我把他壓住 一直壓住已經壓了大概20分鐘 但是手一方開,它寫AWA就出來 所以大家如果用刀子要小心一點 對啊 一般,平常我拿刀子都比較小心 今天就是稍微大意了一下 不小心,割傷了 不過小痛禮大宅 這是好的 這樣想就好了 所以大家如果說有拿 做料理還是拿刀子之類的,都要特別小心 這樣沒什麼事 啊對 啊對了,還有跟各位講一下就是 那一天我們在日本買回來的那個 液體的OK泡 真的是超級痛 令阿嬤真的好痛 那個比蒜羊水還要痛,你知道嗎 我第一次用的時候我就覺得說 我靠,怎麼會這麼刺痛 所以網路上的朋友留言是真的齁 那個真的是 他阿嬤的超級無敵痛 這個比蒜羊水還痛 還不過 我為什麼下大彎 大彎阿哉 他寫開難,然後我就以為是真的了 好,好,好 沒關係啊,待會兒繞一下吧 你可以從前面再上去啊 加了到再上去 所以這個真的還蠻痛的 阿不過聽說很好用啦,真的是很好用 阿,我現在也是在試 只是說這個傷口有點深 阿不過痛真的是蠻痛的 總之就是大家小心 不要像我們那麼粗心 好,就這樣 車車在旁邊開車 好,那這個 一邊就到這了